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十三日星期二 趁著今天天色比較明朗 帶大家出來走一下 Williamslow Town 這裡轉左就是直上 Williamslow Town 我就不轉左,我就用第二個 turning 前面有個 Church 我在這裡轉左,轉上去 都可以到 Williamslow Town 今天比較深度油 因為我決定不用車,走路 希望可以給各位網友 一個比較深入的形式 Williamslow Town 各位網友,我拍下了一輛車 這裡就是 Williamslow 鎮中心的橫街 有免費車位拍的 大家去看看 星期一至星期六,八點至六點 晚上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走到鎮中心 看看有什麼東西 英國有很多獸醫 因為英國 就是一個很喜歡養寵物的國家 獸醫和獸醫的比率 都很接近 我家裡也有隻貓 這裡就是 Williamslow的 Post Office 這個是舊的 Post Office 這是舊的 Post Office 這間是配合眼鏡的 9點至5點半 星期六是半咒 這間是紋身的 右手邊 這間就是和狗洗澡 和剪毛 應該是貓也有的 我想牠也做了貓 這間 Suburban Green 就是 Bar 和 Restaurant 這裡有一間印度餐館 這一間就是住房子 一間就是喝酒吧 這邊也是 restaurant 這邊比較店side 這間就是最美容的 Simple Beauty 我們大家看看內裡 也裝修得不錯 其實Williamsville是一個十字的格局 這條路上回正正的鎮中心 匯豐下去就有一間Ratros 過了Ratros之後就已經出攤了 這間國民西敏子銀行 這間Corner Cafe 我的女兒都喜歡去吃東西 這間是越南人開的做手指 這邊很流行的越南人開做手指美甲 這間是一間很大的 叫做Halifax Building Society 叫做樓房社會 直到Halifax Building Society 我要特別開一個話題 一個影片說的 是給人上會供樓的 我稍後再說 這間Potato and Cake 就是我女兒和男朋友的一個親戚開的 現在直情之下就關掉了 Boost 是賣一個個人護理和一間藥房的公司 Cafe Nero 平時這些時間就坐滿人的 不過呢 今天就真的 沒有辦法了 疫情之下 都很少了 這間就已經收拾了 以前就是開賭場 賭場 不是賭場 買馬仔買波的 叫做Booker Bookie Sorry 這間就賣文具用品的 這間就賣文具用品的 報紙檔 這間又收拾了 Monsoon 這裏一勒三間 都是賣文具 小孩子 上學 那些什麼 Stationary 這間就賣衣服的 這間就是賣書 就是書局 這間就配眼鏡 這間就賣卡 那些淋淋滋滋滋的東西 這間就賣健康食品 這間就收拾了 本來好像是旅遊公司 來的 旅行社 這間呢 現在暫停關了 就是一間gym 這間就收拾了 較多的 Building Society 這間是建設的 建設的 這間是建設的 Santande 就是西班牙銀行 這間又收拾了 又租了 這間是李嘉成的 Superdrug 這間又是Building Society 這些是賣首飾的,這間是小間的 這間就是 Wimslew有兩間很大間的賣珠寶 這裏有其中一間 Starbuck Coffee 這間是專門做睡房 Home Office的裝修公司 這間叫Unico 也有很多人去吃東西的 Cafe Bar 看來銀行 這間Nora Ashter又收拾了 沒有人了 這裏是配鎖匙的 這間是賣珠寶寶 這間是賣女裝 我們現在來到 Wimslew的鎮中心 這邊就去 Ottringham 這邊就是Olderly Edge 這間是返回萬聖 A34 這邊 剛才就是我們走上來的位置 Waitro's那邊 Eargun Rex 以前是戲院 現在已經收拾了 但是 久不久 星期六日 他都 上演一些電影 我們先過馬路 大家可以看到 Cinema 他也有戲院 他也有戲院 上演的 我們走過 Rex 這邊 讓大家看一下 這間是賣錶的 那間是賣錶的 這邊一直都有很多餐館 這間 BAR 賣 賣三副鞋物的店 我們走過去看看 這間是賣燈飾的 這間BAR 平日 星期五、六都是賣燈飾的 這間是新開的 叫做Rub Studio 我不知道它是做什麼的 原來是新開的 我也不知道 開了沒多久 那間Hoopers 就是我曾經說過一間 本地的百貨公司 以前是很古色古香的 現在可能 第二代接手經營 或者第三代接手經營 就已經改了它的模式 就比較 裝修的新穎 以前就像Harois Selfridges 那些裝修的 那些裝修的 這間全部都收拾了 這間又收拾了 這間又收拾了 這間是Casa Italia 都不知道有沒有開門 我都不知道 那間又是 又是Toulette 又沒有人租 Pizza Express 這間Hoopers 那在英國 天氣都開始冷 你看看 整地都是黃葉 都進入這個 深秋 前面有一間 賣Jagga 英國很有名的 一間賣Jagga 三副鞋 又收拾了 這裏一路看過去 就看回這間Hoopers 剛才說的那間 這間TSB應該是萊斯銀行 我記得就是 這邊就是地產經紀 那這間就是一間很大間的 音響器材公司 一班的Orlinson 那裏的那間 就是整形整容的一間 Private Hospital Singsbury在這裏 這間Jagga 已經收拾了 這間Black White Danium 又收拾了 這間Milkshake 又沒有開 那其實呢 就不是說 這個疫情影響到 那個High Street 那個 商店那個 租任的情況 只不過呢 現在真的 商業就轉型了 很多東西 三副鞋物的 都上網買 以我三個女兒為例 很少出街買東西的 他們都告訴我 他們因為沒有出街 所以不需要買那麼多 三副鞋物穿 很簡單 很簡單的 就穿些牛仔褲 T恤 普通的鞋 那些鞋 穿極都不爛的 因為呢 沒有出街嘛 所以都不需要經常買 所以呢 現在的經濟 是一個大的改動 一個大的轉型 那我現在就走了 過來Hoopers對面 拍一拍 給大家看一下 又從第二個角度看一下 那些鞋子 都關門 就是沒有人租 看起來都頗害怕的 其實都頗嚇人的 都關門 都關門 就是沒有人租 看起來都頗害怕的 其實頗嚇人的 那我現在就走上另外的一邊 去Auternand那個方向 那我現在就走上另外的一邊 其實呢 就好像呢 倫敦的西南邊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那些牌屋呢 看到啊 死了就開始下雨了 這間都做賣不做了 聽聞這一間做美容的呢 就好多球星來做美容的 球星老婆啊 不是球星 這間就是一間很大的賣手錶 金色珠寶的公司 那就是盧力士和帕德菲利普的代理 這裡有另一間賣手錶珠寶的 那這間 理髮店呢 就是以前曼聯領隊 Alex Ferguson來飛發的 那他來飛發呢 他都不介意拍車在路邊的 就像現在的 Benz這樣拍 那我就跟著去飛發 飛完發呢 就被人抄牌 給多35磅 他說當是拍車費 這間Norton Burry呢 我自己 年輕人讀書的時候 都在這裡 應該有三四十年歷史的 那間就倒閉了 那裡以前是開餐廳的 那我就走過去看看 這間叫做Terence Paul 就是一間很有名的飛發店 來的 全部那些 有錢太太啊 有錢人來的飛發店 這間又是一間做飛數的 那現在都沒有 啊現在都有開 哇這間黃色的Range Rover 第一次見到這個顏色 賣傢俠 那間也沒有開了 那間也倒閉了 那間也倒閉了 那間是賣床的 多麵路 就是送薄餅的 那我就過馬路先 那我就過了來這邊 那走到紅綠燈那裏就完結了 那那裏賣車的 賣Aston Martin 這間賣 食物的 Ready Mill 就是做好那些食物 就等人回家 Reheat 拿來吃 這間又倒閉了 又有Tulet 前面也有一間餐廳開了 前面也有一間餐廳開了 這間就賣裝修的了 做裝修的 都沒有開了 疫情關係 以前都很喜歡跟老婆 我自己去買三副鞋物 現在完全沒有這個興趣 以前這間Norton Barri 我一年都來兩次買三副鞋物 但現在都沒有興趣 我老婆也是 沒什麼興趣 對面就是剛才說的那間 勞力士和佩德菲利 的代理 整間 很大間 那上次有個 大陸的朋友來 他都跑來買東西 這間Cow 以前是麥當勞 來的 現在呢 麥當勞撿了之後 他撿上去 接著呢 他都做到倒閉 位置挺好的 但是就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原因 可能舖租 或者市道不好 他都撿了 這間撿了起碼 有三四年 裡面和上面很大的 這間呢 就是一間 專賣豪宅的 地產經紀 即是經紀 地產經紀 那我們呢 不知不覺呢 都走了 就整個小時了 那也是時候回去 回家 因為已經又下雨了 那我就已經走到回來 下一來銀行 巴克里斯 這裡我整個煙腦 有間電影輪 有一間電影輪 哪間電影輪 那邊就是奧倫庭 那邊就是奧倫庭 奧倫庭 奧倫庭 後來到馬城 Wilmslow的城市都遮蓋了大約80-90% 大家網友可以看看環境是怎樣 Wilmslow, Orderly Edge和Presbury 就以Wilmslow的城市最大的 Orderly Edge和Presbury只不過是Village Hand of the Village 所以這四個地方,假期或是星期六日 人們都走來Wilmslow Wilmslow是比較旺的時鎮 我走過來一條後街 這間酒店已經很久了,喝咖啡是一間咖啡 這間酒店已經很久了,20-30年 放到一間Tesco Express 就是一間便利店 這間意大利餐館很忙 夜晚 這間Flame & Walk 就是一間中國人開的外賣店 看看時間 這間鎮定的鎮定 鎮定的格局情況 這間景色是怎樣 來看看 這台有位買二手電話和組織 我們看下價格吧 270iPad iPhone Samsung 我也不知道香港便宜還是這裡便宜 這裡也有一些可以自己清洗的面膜 就這樣 從這條街走出去 就有一個草地滾球場 我帶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嗎? 下一個很小型的草地滾球場 那些草錄得很漂亮 嘩!又平滑 對吧? 這塊地是值錢的 不過他們因為會員制問題 就賣不到這塊地 我現在走上大街 這條街 我想這條街有二三百馬 或者不止 就是行人專區 過時過節 這條街都很旺 有時會放地攤 都會放地攤 現在英國有個趨勢 就是 男有男剪頭髮 就連上剃鬍 女有女剪頭髮 所以呢 如果香港人 想著 如果是做色剪頭髮的 過來 可能 都會找到一口吃 你飛一個髮 這裡是17磅 男人剪頭髮 17磅 那 連上剃鬍 是30磅 看到嗎? OK I'm telling my friends about you Good man Stay safe mate OK You too sir Thank you Bye bye You too bye bye 那不知不覺 走我回來 這個國民西問子銀行 這間就印度外賣店 那 我們回去拿車 到 回來 Hong Kong Bank Rachos Rachos 在這裏 那我都不走下去了 OK 那 拿車了 我也要 我們一路走上去 拿我的車 這裡也有寫明 要兩米 人與人之間要隔離兩米 已經開始搞Halloween 十月尾就是Halloween 那 如果 有女性的網友 懂得化妝美容的 都可以來 Rachos 自己開一間 那 應該也有生意的 我想 當然 你要英文 跟別人溝通得到 因為這裏做美容 Facial是很貴的 我知道 這些就是 一些大的大宅 這裏就是一間屋 有個Tesla 這裏就是一間屋 這裏就是一間屋 這全部都是一些大屋 但這裏就是很舊款的大屋 都幾靚 不錯的 很多屋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各位 我現在都開始走了 由Winslow Town 回到我家 如果不走捷徑 都要七八分鐘 走捷徑就五分鐘 經過學校過 現在轉了 我盡量駕駛慢一點 希望大家的網友看清楚 真的不好意思 經常錄的視頻 錄得很震 可能 孤寒不肯買一些好的器材 不過我想網友都明白 因為我這個頻道主要是 叫做什麼 叫做 資訊性 在畫面 在畫面 鏡頭上的運用 當然沒有那麼好 我知道很多Youtuber 用很多時間去剪接 他的影片 但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很多東西都是 隨機 即興來拍的 現在都已經聰明了 開始 但還是要有待改善 我都希望能夠精益求精 讓人先過 因為他進入那個位置 沒所謂 大家都是開車的 OK 現在回去了 那條大路 看到大家 左手邊 就是帕阿萊行行 大家看到那個角落位 以及前面 就是那間 Rex Rex 那間戲院 我現在轉進一條路 剛才不是說 Tesco便利店 就是這裏 這邊沒有什麼 所以我沒有走過來看 現在 英國天氣開始轉冷了 現在 就算現在差不多 12點 也只有9度 加上下雨陰天 所以 溫度是沒有那麼高 如果有太陽 就差幾度 很重要 其實 我有一點點 猶豫 去別的攤子 拿著相機 在那條路走一路 走一路拍攝 為什麼呢 因為自己 對那個攤子 不在那裡住 不太熟 有一點點 尷尬 在Williamsdale 我自己很熟 住了22年 有時候 走開走一路 都會 大家會點頭 所以 我比較 舒服 一點 沒有那麼緊張 如果真的有鏡頭 到處拍攝 今天的影片 已經錄了30分鐘 希望網友 可以深度地欣賞一下 Williamsdale 到處拍攝 我都回家了 跟網友說聲 拜拜